大家好我是柳林 我這邊是 我們是任性雙的一個子專案 那因為今天是3月2號 那大家知道 在6天之後就是38了 那38是什麼節日呢 就是可以上PC用買東西的節日 那但是因為我們在台灣 就是台灣是個小島 然後對外的網路都是靠海嵐在傳輸的 那如果就是台灣的這幾條海嵐 就是出現了天災人禍 然後導致海嵐有點障礙的話 那那時候我們還可以順利的在 就是PC用或MOMO上面買東西嗎 就是我這個專案想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在任性雙 連續三次的任性雙已經有 草擬了一個檢測的方式 那在上禮拜6的任性雙 我們也整個PC用做了一部分的人工的檢測 那我希望今天可以把這個測試再把它做完 然後把它全部記錄下來在我們的這個供筆裡面 然後大家就可以參考這個方法來做 就是來分對你說常使用的一些民生重要的一些網站 去做檢測然後去確認說 如果在這種就是台灣都要網路塞車的狀態之下 它還能不能正常使用 那如果有哪個